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态专家教你们怎么认识 你在爬山的过程 你听到鸟叫的声音 我们的讲导会告诉你 这个鸟叫可能是我们的Marcher的鸟叫 假设啦 它会告诉你 它会非常有意思地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路边那一颗比叶蓝是长在哪里 叫必得哪一颗开手花的那个叫鸟燃 也有偷鞋燃 南花的燃 它会告诉你 诶这种东西是可以吃 你在女生 这个东西不能吃 它会告诉你 诶 它就是带你学习这两三天的过程教你知识 我们的道三成天是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在未来 你要以这种精神不断地求取新的知识 好你有知识 没有体力怎么办 人家一天可以兜兜十二小时 你早上搞不好睡到九点五点要下班 以为家就很懒 躺着去睡觉 你没有体力 常常要看神 你没有体力怎么跟人家竞争 你如果没有体力 你永远在竞争的过程都是都是的 所以我们要让你们了解体力的重要 所以必须要来爬这一座的大午餐 在两月三天的过程 我们要好心你的努力 在你最没有体力的时候 你的觉得是什么 忘记 忘记 忘记了 要坐下 爬上去 脚着牙 然后一步一步再往上 最后你到达目的地 诶 早上神迷你 就是在教导你们 在你人生的过程 你最没有体力 你要倒下去的那一个时刻 你要用什么力量来牺牲你 我们在这两天三天都要这样 好你有数位你有体力 你没有关对精神 必要觉得怎么样 你连他他一把你都不要 他跟你走在一起 背方一辈子 他抽的这样子 你不会讲 你这东西放到我这边来 快爬得上去 诶 团队互相 所以我们有每一小队 每一小队 每一小队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里面都不能脱队 为什么 可能 你最会告诉你 如何在山上抽队是最危险的 你在山上 没有团队一辰 你就会 花生死 这个在社会上也一样啊 你一个单位没有团队形成 你怎么来跟其他的团队来竞争 你的工作 设计非常好 有一两个他故意找找蛋 你怎么做出一个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好好教育里面 教育里面的团队 从第一个到最后 不管有没有人落单 他落单两小时 整队里面都要斟着他落单两小时 他旁盗 户必定 拜主三章 里面整队的人都不能有一个人 可以到达那个 拜主三章 我们要你互相扶持 在人生的礼服 在你跟你的家人 在你未来跟你的同事 我们都要你来互相扶持 共同打一个床 对着仗 这个仗 配合你的体力 配合你的智慧 进入到三年的天悲 嘿 所以你的一座 才会成功的 往后 过去 我们 是 正在所长 现在 你在这一座训练 十点之后 你会怀念 到三十年里 但我 领悟了一堆 怎么样跟人家平等 人生就是怎么样 各位 现在 还会心里有所迟疑 如果你觉得 不管在 体力 反对 智慧 智慧 你没有办法证认 你现在就可以跟 陈永生执行长说 报告执行长 我一听 好像不太想爬要回去了 你们 舍得 这么好的经验 在这么帅 这么美丽的里面 不愿意 来接受三神的一个训练吗 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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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好 非常非常的有精神 我相信 你们 经过这个成年里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权利 那么进入三里最切记 就是你到山上 然后非常高兴地说 我征服了这一座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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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